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 然后那个人也差不多到齐了 那个52个人 然后呢班主任大人呢也命令我赶快上麦了 那差不多我们今天的课就现在开始 然后这个课件呢 相信大家之前已经下载好了 是我之前上周的时候发到咱们论坛上面的 然后在开课之前呢 还是依照我们原有的这个习惯 在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 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当中将会涉及到的一些内容 以及今天我们讲到的一些内容 那么有三点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个呢是关于过去的一段时间 那么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呢 那个我们论坛上面很多的老师呀 还有这个一些班官呀学委呀之类的 把我们所有的课程呢都重新的去安排了一下 那么我们的新课程当中 是重新把函数分为了函数快班 就是快速入门班 还有一个函数初级班 函数中级班 以及函数高级班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个函数的中级班呢 是算作是新函数中级班的第一个班次 那今天呢也是这个班级的第一奖 所以呢 我们可以去简单来看一下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我们可以去学习哪些内容 首先呢今天的内容是关于这个统计求和的 那么关于一些求和呀 求最大呀 求最小呀 这一类非常非常简单的函数 我们这个整个的课程呢 也将会围绕着我们这个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思想 就是简单数组来展开 那么过去的一段时间 已经有很多的学委和班官 帮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新的课件 包括今天课程当中将会涉及到的一些实例 也是这个已经制定好的一些内容 那么今天呢 今天比较尴尬 今天是这个2012年的3月19号 那么有两个消息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先说这个坏的 坏消息呢 今天是我们地球离月亮 自1992年以来 今天呢是月亮离地球最近的一天 那么按照我们以往的这个经验呢 就是说月亮离地球近了 就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例如一些海啸呀 什么地震呀 这类的灾难 但是呢又有一个好的消息 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 已经披露了 前一个消息是假的 所以呢今天呢 我们依然可以安心的来上 我们今天的课程 那么未来的一段时间 其实准确来说是 这个六周的时间 我们的课程呢会有六次课 那么每个星期一 晚上八点到十点 会来进行我们的一个课程 也就是说需要六周的时间 把我们这个课程学完 那么内容呢 在前面的一些课程大纲当中 也已经发布过了 总的来说就是四个字吧 认识我们这个数组 那么今天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课程内容 今天的内容呢 自然主要就是先回顾一下 以往我们学过的一些东西 包括在寒入班当中 和寒快班当中的一些内容 那么今天也会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数组 以往呢很多人在使用数组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接触过 或多或少的接触过一些 关于数组的这个概念 公式呢可能也写过一些 但是呢可能会知道 是这么来写公式 但是并不清楚 数组整个的一个运行机制是什么 导致我们后面去写公式的时候 非常困难 特别是在构建一些 我们预想的一些数组的时候 我们发现 其实很多数组是不大好构建的 需要我们去知道这个数组的一个生成原理是什么 然后再根据我们的需求 去制作这样的一个数组 跟我们后面计算去使用 那么 呃 先从今天这个第一个内容开始吧 就是单元歌引用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内容 相信大家只要写过公式的 或者说做过函数这方面学习的 听过我们以前课程的 应该很了解这方面的一些 应用方式的 但是有几点我还是要提一下 这个课件呢 大家应该都下载好了 然后建议大家呢 先把课件打开 然后呢不要挡住我们这个视频窗口 那个我在讲解的时候 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来做一些这样的操作 当然这个课件 课件呢我把我所有的公式写进去之后 我会把这个课件保存一下 后续呢我会在论坛上面 把这个做好公式的课件的发出来 你可以参照着上课的时候 看到这些公式 再来继续看一下 呃 录像呢我这边也做了一个全屏的录像 应该会比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呃 桌面呢应该是要清晰一些的 呃 以方便大家未来的复习的时候呢 可以看一下这些录像 那么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内容吧 关于单元格的引用 这个表格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表格 然后前几天我在群里还发现 有些人在说说这个呃 这几个名字看起来很熟悉 其实以往我的课件呢也都是用这几个人名字来做这个实例的 那么这个问题呢是这样 呃在这些考生当中呢有这么多原始分 然后最终呢我们希望给每个人呢 加上二十分来得到一个新的分数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基本上应该是每个人都会写这样一个公式 就是以等号开头 我们都知道公式呢应该以等号开头 然后呢去写一下关于单元格的引用 例如我们这里呢是第三单元格 五百九十九分的一个单元格 然后呢加上二十分 这样可以得到一个公式 意味着将原始分的五百九九加上二十 然后呢我们回车结束一下 这是一个我们正常去录录公式的过程 当然这个算法呢比我们口算其实快不了多少 但实际上公式的一大优势就是关于拖拽 例如我们这里呢可以向下拖拽一下 可以得到左侧每一个原始分跟二十分的一个和 这样呢就列出来了一个新的分数 那么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这里就不多说了 然后主要说的一点呢就是这一点 我们在这里呢用到了关于第三加上二十的这种写法 第三是一个列号加一个横号的写法 那就意味着这个没有加任何的这种 比如说我们锁定的符号 等一下再说 等一下再说这个问题 我们是使用一个高的符号去锁定 那么直接使用一个字母加一个数字 这种方式呢我们称作是一次相对引用 相对引用是指我们引用的是单元格的相对位置 而并不是真正的绝对地址 我们说相对 相对的是什么东西 例如我们在这里讲到了第三单元格 在这里引用的是第三 而实际上的一个字号在翻译的时候 说的是是我当前单元格左侧这个单元格 也就是与我的一个相对位置 那么在向下拖债的时候 其实每个单元格都应用了这一点 就是说每个单元格都是在使用自己左侧的单元格加二十 而这种引用方式呢被我们叫做相对引用 引用的是相对的位置 那么接下来看下面一个例子 这个不多说了啊 过于简单了这个 看下一个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依然是想给每一个原始分加上一个固定的分数 但是现在这个分数并不是像我们刚才写的一个长量的二十 而是另外一个单元格的引用 例如我们希望左侧每一个单元格都能够加上分加分数的这个二十分 于是我们写了一个这样的公式 等于这个加二十 这样写完以后我们是使用了两次相对引用来相加 那么回车以后呢 直线来拖债 那我们都知道是不行的 我们发现这里是左侧的单元格加上右侧的单元格 例如像我们这里是D17加上F17 17加17 但是到了这里之后呢 就会变成D18加上F18 可以看一下公式 自动的变成了下一行的右侧的单元格 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这里的单元格是空的 所以加完以后呢会变成了一个 基本上就跟雷加一样 实际上是加了一个零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公式当中呢 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公式可以被拖债的话 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无论哪一个单元格加这个二十呢 我们都是把这个二十呢锁定一下 比如我们使用F4键 可以把一个相对引用 转化成这样的绝对引用 $F$17 回车之后可以看到 此时F17由于加了两个$符号 意味着列也被锁定 行也被锁定 我们说列跟行前面分别加了两个$符号 当然这个是我们通过按一次F4来得到的 那么这种引用呢就意味着 对于F17而言呢 列也不会变 行也不会变 好我来拖债一下 可以看到所有的单元格都已经加上了右侧的增加分数的二十分 那么这个也不多说了 也是就是用到了一个绝对引用 那么在下一个小问题 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后续的问题当中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用这种引用方式来解决 就是在这个问题当中呢 我们希望能不能在右侧的这个库存列来计算一下 当前所剩下的所有的库存 当然为了更简单一些呢 我在这里没有去做任何的出库的这样一个数据 只写了不停的一个 不停的在写这样入库的一个数据 而且每天呢会增加入库的数量是1000个单位 那么库存当中呢 我是希望能不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在这里去计算一下 我们在2010年1月1号以前一共入库的数量 那么在这里呢 也一样是计算一下1月2号以前所有入库的数量 那都意味着 无论我在右侧的哪个单位格当中 应该总是在计算我左侧上方所有单位格的核 那么这种引用方式呢 我们经常会这么写 等于SUM 不多说了 这个SUM函数人人都会 我这个我们进这个单机有考核 所以这个SUM函数是你应该会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经常会这么写 B31 绝对引用 再到 我们说冒号是指的是一个 从哪里到哪里的这么一种引用方式 从绝对引用的B31 到相对引用的B31 扩号结束 那这样呢 我们是 以往呢 我们在做引用区域的时候经常会这样 我们先把这个公式写出来 以往呢 我们经常会这样 等于A1到A10 A19 那么这个呢 一个冒号描述的是两个单元格之间 所有间距的部分 那么以这两个单元格为基准点 画一个矩形区域 看看有多大 例如像这样的一个引用 是指从A1到A19的整个的区域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稍稍变化了一下 其中呢 B31 有一个是相对的 另外一个是绝对的 这样表示从B31到B31 而在这里呢 其实指的就是B31单元格本身 那么好像这样去引用 只引用到了一个单元格 好像这么写没什么意义 但是在我们脱带的时候会发现 这样一脱带之后呢 发现在这里是B31到B31 但是我向下脱带一个单元格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是B31到B32 再下一个单元格呢 就是B31到B33 也就是说在这里引用的是这个单元格 在这里呢 引用的是左侧这么多单元格 在这里呢 是引用的是左侧这么多单元格 也就是说 总是引用我左侧上方所有的单元格 我们是使用一个绝对 一个相对这种方式 那么这个方式呢 有点类似于我们确定一个开始的点 再确定一个结束的点 然后呢 把开始的点锁定 定在那里 不要动 然后结束的点 随着我们单元格的脱带而变化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 可伸缩的一个区域 例如呢 在这个问题当中 就会描述这样一种情况 说我们这个区域呢 随着单元格向下的脱带而逐渐变大 不管脱带到哪里 总是会描述上方所有的单元格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相对 一个相对引用 加一个绝对引用的 这样一种引用方式 常用于计算那些 区域需要伸缩的这样的问题 例如像我们这个问题吧 总是计算上方 但是区域大小不固定 这样的是一个 绝对跟相对的一个 稍稍变化的一个用法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 在这里我会简单的来说一下 就是说呢 是这样 这个是我们这个班级呢 入学考试测试的一道题目 我看到大家好像基本上都做出来了 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下 例如呢 A1是一次相对引用 那么如果把等于A1向下拖转的话 将会变成等于A2 那么如果是等于A1向右拖转的话 将会变成等于B1 对吧 这个我们人都知道 那么如果是一个绝对引用的话 无论我们怎样拖转 都不会产生任何的变化 永远都是在引用A1单元格 这叫绝对引用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在平时写公式的时候 还会遇到另外一种引用 例如写一个A1以后呢 我们按了F4键 变成了$A$1 如果再次按下F4的时候 就会变成A$1 这个时候呢 表示行前面有一个$符号 但是列的前面没有$符号 表示的是列不锁定 而行锁定 那回程试一下效果 例如在A1当中 我向下拖转的话 本来应该变成A2 但是呢 由于E被锁定了 所以我向下拖转的时候 还是A1 但是我向右拖转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B1 因为A1向右拖转 本来就应该变成B1 但是我的A呢 没有被锁定 所以呢 它顺利的就变成了B1 这样的是一种 我们说叫混合引用的方式 就是说呢 我们分别的考虑了 列要不要变化 跟行要不要变化 以往 那它用在什么情况呢 以往的时候呢 我们是使用这种相对或者决对的话 例如等于A1 使用这种相对或者决对 绝对 那么只会考虑到 变或者不变 只有这么两种区别 那么无论你怎么样拖转 都只会有变跟不变 但是有的公式 需要我们 既要横向拖转 又要纵向拖转 是在两个方向上拖转的 比如这样拖转一次 再向下拖转一次 那如果你这样拖转的话 对于我们公式的引用区域 就必然涉及到一个 你横的拖转怎么变 竖的拖转怎么变 于是呢我们混合语用的这个用法 要做出来了 例如在我们这里 无论我们怎么样拖转 肯定是要填充好 我们9981的这个区域 那这个问题呢 大家之前也都知道 是算一个99乘法表的 这么一个数字 结果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里去写一个 等于A45 乘以 B44的话 这样肯定是不能直接相传 这样这个单元格的结果是对的 但是拖转起来的话 肯定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讲说 等一下我向右拖转 还要向下拖转 那意味着我整个的引用区域 都会变掉 但是对于A45而言 我们讲是数字的 这一列数字 所以不管我们怎么样去变化 这个对于A45的引用而言 不管是哪个单元格的乘法吧 总会引用到A45 A46 474849 但绝对不会引用到B45这个单元格 也就是说我们的乘数呢 首先它应该被锁定在A列当中 于是我在A的前面加一个高落符号 那么对于乘以B44而言 我们现在在引用B44 那不管怎么样向下拖转 永远都会引用B44 但是向右拖转以后呢 就会引用到C44 所以不管怎么拖转 总是会引用到B44行 这么多的乘数 所以呢 BC第一是变的 但44呢永远不变 所以我们把这个44 也高了符号一下 最终呢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公式 然后拖转一下 就会得到这样一个区域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 我说拖转到8这里吧 然后向下拖转一下 这个8972这个结果已经得到了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问题而言呢 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这种 混合引用什么时候用 就是这个公式呢 我既要向右拖转 又要向下拖转的时候 我分别引用到的这个区域呢 是纵的一行 纵的一列跟横的一行 这两个区域相对来讲固定 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了 我既要横向 又要纵向的拖转 这个时候就要使用到 这种混合引用的方式 那么引用呢 是为了拖转服务的 如果你不拖转的话 这个引用 你用什么引用 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都只是一个单元的值 但是只要拖转 就会想到 就要想到 我们这个引用方式 应该是使用什么样的引用方式 例如你在做VLOOKUP的时候 你可能要返回一个区域的值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了 我们的引用方式 是不是要使用混合引用 那么说到这里呢 为什么我又把这个例子拿出来 是因为有的同学呢 使用了一个非常骚刀的写法 那么这个写法呢 也其实就是未来 我们将要介绍的一个写法 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内容当中 会讲到关于这一部分的 一个原理 跟这个 它常用的一些场合 所以这里我也来演示一下 我把它变窄一点 这集有点宽 是这样 一个一到九的区域 跟一个一到九的区域 最终相乘 得到这样一个 九九八十一个单元格的结果 那么我们看到 很多人怎么写呢 有人是这么写的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这个区域 整个区域 是怎么得来的 是由这一列 与这一行 相乘得来的 于是呢 他写了这样一个公式 等于 这一列 乘以 这一行 那么按照我们一般的这个单元格引用方式呢 这种写法本身会被我们认为是非法的 但是呢 我们对于我们今天的内容而言 这个方式就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个公式写完以后呢 发现直接敲回车 得到 得不到结果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说 这个数组的这个写法 我们现在 不管怎么讲 先提到这个数组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可以用一列 乘以一行 反正就是一个数组公式 所以输入的时候 由 因为呢 我们后面的课程将会提到 数组公式的一些用法 所以呢 这里先提到一点 对于数组公式而言 我们 在写完一个公式以后 往往的都是敲回车 当然对于数组公式而言呢 不能够直接敲击回车 而是要使用三键组合的方式 这个呢 三键大家应该经常能看到 例如我们说 那个你在论坛上面求助的时候 很多人会给你写个公式 并且告诉你 这是一个数组公式 需要三键结尾 那么哪三键呢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Ctrl键加Shift键加回车键 我们在用的时候是 按住Ctrl键 再按住Shift键 两个键按住以后 敲一下回车键 这样呢 可以不考虑我们整个的引用方式 因为我们公式并没有被拖拽过 所以我们不去考虑引用 而这个时候呢 也一样的得到了我们预想的这个结果 就是9981 这么一个结果在这里 这个结果对了 前面其他结果应该也不会出什么错误 所以这个写法 请大家注意一下 是一列乘以一行 或者你一行乘以一列问题也不大 乘完以后呢 公式Ctrl键加Shift键加回车键 三键同时按下 当然在写这个公式以前 我大概不知道了 大家没注意到 在写公式以前呢 我是先选中了所有的区域 因为我认为 这个区域将会是这么得到的 余圣的这个区域 我去写公式 等于一列乘号 乘以 一行 并且结束的时候 Ctrl键 Shift键 两键按住之后 敲一下回车键 那么这样 依然得到了一个结果 这个公式我复制一下吧 虽然简单 但是我也复制一下吧 那么这个呢 先不提 为什么这样 只不过是 我主要就是想给大家看 这样一个现象 我们发现在这个区域当中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公式 就可以得到这么多的数字 这么多个结果 而且呢 它整个的这个 位置啊 包括结果的这个 这个结果 这些 这个排列方式啊 什么的 都是其实按照我们预想的方式 来来做出来的 而且非常符合我们这种 三五 一十五这个结果 其实就是绝对 常发表的一个算法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问题 放在这 我们知道有这样一种写法 但是呢 具体怎么样 我们先不去管它 我们先知道这样一种写法 那么前面一直到这里 到撒米衣服 抗的衣服 包括到这个 这个条件统计的 前面呢 我们都会做一些演示 但是具体的原理 怎么样 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们会在 数组生成原理当中 一一来介绍 那么这个呢 我们先把个问号放在这 这个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知道会怎么用 那我们写数组的时候 其实经常遇到这个情况 我们说 我知道真的写可以 多调整求和 什么 统计之类的 我都会 但实际上怎么来生成呢 这个呢 告诉我们回来介绍一下 这个是一个区域的一个算法 那么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 这个问题 不大好解决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呢 有不同的入库数量 以及进货价 那么最终呢 我想求一个平均价格 这个问题在我们工作当中 其实是非常非常常用的 这种平均价格的计算 不可能让你把所有的数字 用这几个进货价格 直接去求一个average 这样是不科学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发现 如果入库多的话 在算平均值的时候 他所占的权重应该更大 例如其他几个入库数量吧 假设我们说的极端一点 其他的入库数量都是1 然后呢 价格都是10 平均价格 然后呢 突然有个入库数量是100万 他的入库数量是12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到 其实我们的平均价格是非常非常非常接近12的 就是说我们 入库多的这个 所占的权重更大 那么这种的运算 我们在平时工作的时候可以提到叫做加权平均的运算 我们说要有一个加权的概念在里面 就是说重要的东西 多的东西 我们把它的权重调大 那么这个问题 以往呢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往往都会这么做 等于 入库数量 乘以 进货价 用来得到第一条入库数量 我们一共花了多少钱 可以看到 这样就得到一个价格了 然后最终呢 每一条 每一次进货记录的总价都有了 我们再把这个总价呢 去 上一下 求一下何 就是说 我入库了这么多的产品 一共花了31万多 这样的一个金额 最终呢 我们再去怎么样 用这个总计的这个金额 所有的这个金额 去除以 所有的入库数量 我把入库数量给加起来 用所有的金额 除以所有的数量 最终呢 得到一个 这样的一个值 11.51 这样的一个平均价格 那么这里呢 我们通过了一个辅助列 完成了这样一次运算 那当然这公式本身 我们是可以写在这里的 例如这个 已经是求和了 把上方所有的这个总价求和了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除以 这样 入库数量 就是说 总计价格 除以总计的数量 最终得到这样的一个平均值 这个平均值呢 比直接算平均的话 要意义上 要符合逻辑的多 那么这个平均价格应该这么多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这里用到了一个辅助列 而我们做函数的一个想法就是 我能不能尽量少的使用辅助列 或者讲我们尽量不要使用辅助列 甚至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学函数的一个根本意义就在于 我们不想去写这样的辅助运算区域 因为如果你要是不停的在写这样辅助区域的话 其实这样的问题都非常非常的好解决 你可以在你的表上面去一次运算 两次运算 三次运算 最终得到结果 但希望我们还希望说能不能直接通过一个公式 就一次得到所有的结果 就像这里 11.51这个值 我们怎么样能够平均的把它通过一个公式吧 怎么样把它平均的来算出来 平均值算出来 那么还是一个问题 放在这 跟每一个对应相成完之后 求个和 然后呢 再除一种的 这个我甚至见过好多公司里面的人是这么做的 等于这个乘这个加上这个乘这个 然后一个一个个点下来 有的时候呢 可能会如果包含一个其他条件的话 有可能还筛选一次 筛选完以后 逐个单元个点下来 一个乘一个 再加上另外一个乘另外一个 那么这样可以算到一个总价 最终呢 把这个括起来 除以总的入库数量 当然这样做也可以 这样做呢 只不过是公式 就写的太长了 那么然后呢 我们就发现说 哎 这个区域 是这个区域 乘这个区域得来的 这个区域 乘这个区域 得到了这样一组数字 最终呢 把这组数字加起来 除了一个入库数量的总计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写公式的时候 当然有些人知道这个写法是什么样的 等于 我去看一下 我说 我用这个一整列 入库数量的一整列 去乘以 所有的进货价格 一列 乘以另外一列 那么 等于什么呢 谁撤写真不管它 我不管它等于什么 如果我用一列 去乘以一列的话 那么最终的结果 应该不止一个 我们说 一组织 与另外一组织运算 得到了另外一组织 但这里写了一个两万 一组织呢 在一个单元格当中 是显示不下的 我们讲 像这样的一个公式 我们通过一个公式 这么一层 能够得到多个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写数组公式的时候呢 有一个按钮 是你在不停的去按的 就是F9键 但现在大家先不要按 是这样 我们一般的习惯是这样 先写完公式以后 直接敲一个回车 这里我都没有敲 Ctrl Shift的回车 因为我知道 我的公式没有写完 直接写了这样一个公式以后 先确定在这里 因为敲完回车之后呢 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公式 输入进来 输入完以后 我来看一下 这个公式的写法 给我们得到了 怎样的一组织 选定它以后呢 我们按一下F9键 发现它的结果分别是 两万三万六 一万一 六万 看这里 两万三万六 一万一 六万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组织 一直到两万四 也就是最后一笔入库 入库记录的这个金额的总和 也就是说 这里面得到 这一组织之后 我们是按下F9键 查看了它的结果 那么现在当然 我不是要这个结果 而是要公式 所以呢 注意 你在按完F9 查看完以后 你看够了 这个时候呢 按一下ESC 也就是说 我不输入 我要撤销回来 ESC键 取消回来 那么重新回到 这个公式的状态 那当然 前提就是 之前你回车过 输入过一次以后 按下ESC呢 就会回到这个 这个目前公式这个状态 那么F9看看 看完以后 ESC回来 回来之后继续写 现在我们知道说 这个公式 只用了一次相乘 得到了这样一组结果 从两万到两万四 那么一个公式 得到多个结果 这样的公式 被我们叫做 数组公式 数组公式呢 是有明确的概念的 就是一个公式 可以得到多个结果 那我们为什么 要得到多个结果 因为原因呢 在这里已经 可以看得到了 我们有的时候呢 不方便去统一 统一的来运算 我们只能够 一个一个一个的相乘 乘完之后 得到这么一个辅助区域 这个区域实际上 就是那一组结果 而现在呢 我们通过一个公式 得到了这样一组结果 就是说 通过一个公式 能够去描述 这样的一个辅助数据 区域当中 所有的结果 例如这个公式 那么这个公式 既然得到总的了 那我们的过程 思路上面不就是这样吗 哪一个对应相乘 乘完得到一组结果以后 谁知道是不是对应相乘 是吧 不知道 以后再看 乘完以后得到一组结果 再把它们怎么样呀 加起来 请注意我这个公式的写法 我真的没有去先写sum 而是先写中间的一个数组的构成 构成之后写了个sum 这个sum将会得到这个 所有入库金额的总计 然后再用它去除以什么呢 当然这个和求完的sum应该是那个所有的金额了嘛 然后我们再sum一下所有的入库数量 这样得到了一个入库数量的和 那么所有金额的和跟入库数量的和 我求一下平均 现在我们这个叫数组公式 所以依然要三件结尾 Ctrl 回车 三件连按 那么依然可以得到这样一组结果 11.5185 11.5185 就是这样一组结果 那么这个公式描述了整个的这种 一一对应相乘 求完和再除以入库数量总计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把这个删掉了 不需要这个了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写法 但是原理等一下还要再看一下 说整个的一个区域成另外一个区域得到了那一组 加起来再除以入库数量的求和 最终得到了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平均价格 那么我把它来复制一下 这个公式呢依然是要 怎么样 三件结尾 Ctrl Shift 回车 三件结尾 公式我发出来了 大家应该能看得到公式吧 直接发给班主任了 单独照顾了一下班主任 前面呢就这个不问大家这个问题了 就是掌握的怎么样呀之类的 这些问题呢 我相信大家平时应该都写过 这里只不过是给大家看这样一个现象 知道我们可以跟居住 另外呢咱们进入这个函数中级班 其实这些呢应该是你会的 应该是你之前掌握的一些公式 我这里只不过是重新来重申了一遍 我们可以将去写 以呼应我们后面那些 单独的一些数组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个呢先放在这 看下一个内容 关于简单的求和 简单求和呢 简单到什么程度 那就是 只是一个SUM 例如这里我们有一个啊 入库数量2000啊3000啊1000啊6000啊之类的 有A产品B产品两个产品 然后呢我们想求一下 入库数量的总计 总库存 那么这个公式太好写了 等于 杠 货号 选择一下所有的数量 得到了所有 所有的数量的核 推测一下 两万7还差不多 这么样一个数量 那么这个先放在这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问题 哎烦了 这个问题就有点烦了 说 我想统计一下A产品 跟B产品的平均价格 刚才呢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次运算 就是关于入库数量 与进货价格 两个来运算 直接去算平均价格 就是说我们不考虑产品种类的时候 我们只知道一个入库数量 跟一个进货价格 我们说能不能去算一个 加权平均价格 那么在这里呢 如果说不考虑这两个产品的话 算法跟刚才那个一样 但是在这里 我们发现已经有了 A产品跟B产品两个分类 并且要分别统计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要运算的话 我们会想 如果我们都不会数组公式 只是单纯来算的话 也不会筛选 然后如果这条问题 如果用筛选的话 其实非常的好做 那么如果用公式的话 我们可能会这么去想 首先 我想看一下 A产品的平均价格是多少 假如说我先不考虑B的 我只想看一下 A产品的加权平均价格是什么 这个其实比刚才那个问题 其实还常用 分产品的去算加权平均价格 那么这里怎么算的呢 以往呢 我们经常会这么考虑 当然你考虑的方式就是这样 首先我会去看一下 A产品 当然这个不一定是A产品 我是想看一下 B4单元格 是不是等于 A产品 B4跟H9 直接用一个等号相连 表示这两个单元格的一次比较 那么如果相等将会返回一个Tru 否则它将会返回一个False 那么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相等 当然由于这个B4单元格 本身就跟这个A产品是相等的 所以得到了一个Tru 相等 那么当然了 我现在希望每一个都比较一次 我想能不能拖拽一下 如果想拖拽的话 在这里 H9单元格呢 我需要锁定一下 锁定H9 B4的每一个 B4 B5 B6 B7 我要拖拽的话 每一个单元格都跟H9单元格进行一次比较 好 得到了这样一组判断的逻辑值 A产品 Tru B产品 False 只要是A产品 就是Tru B产品 就是False 那么以往呢 在以前的班级学习当中 我们知道 False 起了个Flash False 跟Tru 这两个值呢 具备着一些非常特殊的属性 例如以往我们讲说 我们可以把False当作0来处理 Tru当作1来处理 写参数的时候 还记得吗 例如我们写VLU卡的最后一个参数的时候 你可以写成0或者False 那么如果你不这样写的话 你可以写成1或者Tru 都可以 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可以经过一个简单的运算 能够看到说 如果你把这两个 你不能说False就等于0 Tru就等于1 这样说也不科学 只不过是说 我们说False可以当作0来运算 例如 我们把False或者Tru呢 直接乘以1 任何值乘以1呢 都等于它本身 我们这样乘完之后 可以看到 False呢 会返回一个0 Tru会返回一个1 也就是说False跟0呢 差不多 Tru呢跟1 差不多 在运算的时候 总是能得到这样的结果 好 这个问题先放在这 首先下面可以看到说 TruFalse Tru是我们要的 就是A产品 跟我们这个A产品相等的 这样的产品 那么也就是说 换句话来讲 凡是1的 都是我们要的产品 0的都是不要的 好 进行下一个 等于 再去算一个什么呢 我再去算一次 入库数量 跟进货价 相乘的结果 还记得吗 前面一个问题 我们是 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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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相乘下来 最终得到一个 总计的价格 我们把总计的价格 求出来之后 再去除以 单独的这个 比如说 所有入库数量的总和 可以得到一个 价权平均值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这两个相乘一下 可以得到一个 这样的结果 那么不管是A产品 B产品 都得到了一个 每一个批次当中 进货的 所花费的 所有的价格 那么这样的问题 就出现了 说这个呢 就意味着说 如果我要求 A产品的 总计价格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想求 A产品的 价权平均 首先我希望 要得到A产品的 总计价格 再去除以 A产品的 所有入库数量 那么现在 这一列得到的是 所有产品的 入库价格 在这边呢 有一次比较 这次比较 其中是 1的是我要的 0的是我不要的 因为A产品是1嘛 我们要A产品的 1的是我要的 0的是我不要的 于是呢 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算法 说等于 用这一次比较判断 去乘以 这个价格 会怎么样呢 凡是我们要的 都留下来了 TU我们可以把它当作1 1乘以2万呢 得到一个2万 那么FALSE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0 如果是0的话 那么乘以任何的值 结果都将是0 于是在这一列当中 我们通过 一模一样的 两次算法 最终得到了一组结果 这一组结果当中 凡是不要的 都是0 凡是要的 都是价格 都是金额 那么最终 如果我们把这一列 加在一起的话 应该就是 A产品的 所有入库的 加在一起的一个总价 因为B的已经变成0了 所以剩下的 只是A的总的了 所以通过这个方式 可以得到一个 A的一个 A产品的一个 总计的入库价格 入库金额 那么最终呢 我们用这笔 总计的金额 去除以A产品 所有的入库数量的话 就是说A产品库存的总计 用这个18万多 除以A产品库存的总计 就应该可以得到 A产品的平均价格了 对吗 用A产品的 所有的价格的 和总计的这个金额 去除以A产品 所有的库存的数量 将会得到 A产品的加全平均值 这样说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当然等一下呢 我们还要求一下 A产品的入库数量的和 这个问题呢 先放在这里 反正现在我们有 这样一种比较的方式 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一次 比较判算 得到一组 True跟South 其实是得到了一组 一跟零 并且通过一个 相乘的方式 可以把我们要的 留下来 不要的 变成零 最终呢 完成了这样一个 类似于 条件判断之后的求和 类似于 South的这种做法 就是说 不要的 变成零 要的留下来 其实就是带条件的求和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 放在这 因为这个公式 要写的话太长 先看下一个问题 先把它放在这 还是没写 公式还没写 那当然如果你 觉得这部分 没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自己 把这个公式写出来 或者稍微等一下 我后面还有一些 其他的内容 这两个函数 South的衣服 跟Couth的衣服 这个依然是前面 函入班跟函快班 当中的内容 但是还是要 把它拿出来说一下 因为后面有一个 关于Couth的典型用法 那么这个 Couth的典型用法 就是统计那个 不重复这个数量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在 函中班大纲当中 规定的这么一个 B讲的一个内容 所以这个函数 还是要来看一下 South与Couth 来看一下 例如 我们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A产品 入库数量 以及进货价 但现在呢 我不是要求什么价格之类的 相对来说 这个问题更加简单一些 我们想说一下 A产品的总库存 其实这个问题 就是刚才我们遗留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能够把 A产品所有的这个金额 都求出来了 再除以A产品的库存数量 就可以得到 加薪平均价格了 但现在呢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说我现在呢 想求一下 A产品的总计库存 有多少呢 那么这个公式是这样的 等于 大密谱 大密谱是一个条件求和的 这么一个函数 那么 如果说这个条件求和 我们在生活当中 什么样的场景会用到呢 例如 我们说 我想算一下 这个办公室当中 所有男性的 他们的月薪 一共有多少 在这个办公室当中 于是呢 我把这个事情交代 给我助理去做了 大密谱其实就是我的 这样一个助理 那么如果我们把工作 分配一个助理的话 那么一定要有一些事情 是交代给这个助理去做的 要他知道的 例如第一个 说你在哪里去找什么 并且把他们的什么 加在一起 我刚才的问题是 在办公室之内 找一下男性员工 并且把他们的月薪 加在一起 那么这三个电量 就是在什么地方 找什么 把什么求和 这三个什么 就是我应该告诉 给我助理的内容 例如 萨米异夫当中 就是要告诉 我们就是要告诉 萨米异夫 这么三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 我在哪里找呢 萨米异夫说 哦 我要计算A产品 于是在 A产品所在 这个区域当中去找 当然我们可以直接选择 B列 我们就这样选一下吧 B2到B8 因为数据比较少 在这个区域当中找 那么我要找什么呢 找的是 A产品 在办公室当中 找男性 但是 我要把什么东西求和 年龄加在一起吗 还是月薪加在一起 最终呢 我们是希望把 所有的 入库数量 加在一起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数这个 你数到了之后 把它对应的 这一列当中 那个值加起来 于是这个公式呢 已经半成品了 完成一半了 推车一下 可以看到 得到一个 15000 A产品 总计库存 15000 那么这个公式呢 不能直接拖债 这里直接拖债完以后 你结果不会错 但是实际上 意义就错了 例如这里 我们在第一个单元格当中 是指在B2到B8 这个区域当中 B2到B8 求和呢 是在C2到C8 但是一旦下拉拖债之后 就会看到 说区域变成了B3到B9 条件无所谓 但是求和区域变成了 C3到C9 这样一个区域 那就意味着 我们这个区域变了 其实 不管是A产品 还是B产品 我们的条件 总是B2到B8 那么 也就是说呢 这个区域 我们应该怎么样 绝对引用一次 按一下F4件 如果这个你 不大注意的话 平时不大注意的话 经常会有一些问题 特别是在做 Vlookup的时候 你没有整列去选 而只是单独的 选了这样一个区域的时候 这个区域 90%以上的情况吧 都是要加这种 绝对引用符号 就是说我们都要把它 进行绝对引用处理 那么这样拖债一下 当然结果不会变 但是实际上 这样我才会认为 你是写了一个正确的公式 那么现在 A产品 总计的 库存数量 已经有了 然后回头看一下吧 这个 A产品平均价格 回忆一下 怎么算这个平均价格 首先 我们用A产品 跟这个A产品比较了一下 每一个产品类别 都跟这个A产品比较了一下 看看是否相当 得到了一组 True跟Force 然后我们再用 入库数量跟进货单价这两列 一一对应相乘 得到这样一组结果 再把这一组结果呢 再跟刚才那次比较 一一对应相乘 得到了这样一组结果 这样一组结果呢 其中包含着很多的数字 不要的 B产品已经变成了零 要的 还是这个数字 所以我们把整个的区域 一起求一次合 得到了A产品 所有库存 所花费的一个金额 那么这个一万八千 十八万五千 怎么能得到呢 就是 可以写这样一个公式 等于 我用所有的产品 去跟A产品比较一下 我看看 这一组当中 每一个都跟A产品比较一下 会得到什么 还是要回车 得到一个错误 当然 刚才提到过了 数组公式能够通过 一个公式得到一组结果 而这一组结果当中 一个单元隔离 显示不下 所以呢 我们会显示一个错误 那现在我们可以 按一下F9键看看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 True False True False True False True 就是我们这一组 True False True False True False True 也就是说 我用一组值 跟一个值 进行了一次 简单的 用等于号的比较 就像是我用 我自己所有的 每一个单元隔的值 跟这个值 进行了一次比较一样 而且这个结果的顺序 跟我直接去比较 这个结果顺序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个第一次比较 放在这里 它就是 这个公式 就是这一组结果 然后呢 我们再去 乘以什么呢 乘以 或者是怎么乘来的 这个2万3万6 怎么得来的 是入库数量的 每一个 跟进货价的 每一个 一一对应相乘 其实也是这一列 乘以这一列的结果 那么乘以什么呢 乘以 我用 还是 这一列 去 乘以 这一列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 我为了避免我们这个 其实我是为了跟刚才 我这个思路一致 所以这里我多加了一个括号 其实这个括号加了 比较无所谓的 你直接乘下来好了 但这里呢 我们为了能够跟我们这个思路 配合得上 所以这个完全相当 我们刚才那个写法来的 就是一列 首先是产品种类 跟产品种类的对比 乘以 入库数量 与进货价格的 这么一个成绩 乘完以后 乘完以后 这个公式会得到什么 两万 零 一万一 零 十三万 零 两万四 就是这个 两万零 一万一 零 十三万 零 两万四 是吧 就这一种值 那么最终呢 我们希望得到产品 A产品的 总计的金额的话 我们就把它 算一下 求了一个盒 这个盒实际上是什么盒啊 实际上是 A产品的 所有的库存数量 库存的金额 有数量成的 这个进货价嘛 所有库存的金额 就是这个 十八万五千 那么最终 我把这个删了啊 放在这吧 没关系 这个课件一直保留下来 总计价格有了 我再去用它 去除以 A产品 所有的库存数量 那么 A产品 所有的库存数量 怎么算 刚才已经提到过的 这个函数 SAMIF 在所有的 产品 总类当中 去 找一下 A产品 并且把它 所有的 入库数量 求和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SAMIF 会得到什么呢 SAMIF 是说 在这里边 找A产品 找到之后 就把它的 C列 加在一起 那就意味着 只要是A产品 就会把入库数量 加在一起 那就是讲 所有A产品的 入库数量的核 那 这个就得到了 前面是 A产品 库存的 所有A产品的 价格 乘以 入库数量 也就是说 所有A产品的 总价在这里 后面是 所有A产品的 库存数量在这里 一除 可以得到一个 平均 A产品的 平均价格 当然这个公式 应该写在这里的 我没有写进去 公式呢 我就写在这里了 然后当然我也不拖拽了 这个前面该锁定的呢 我也没锁定 这些都小问题 主要就是看这个 数组的一个原理 那么这样 算完以后 可以得到了一个 分类别统计的 就是 只算A产品的 这么一个过程 只算A产品的 加全平均价格的 这么一个过程 好 我把公式复制下来 好了 这个呢 是我们关于 算这个 加均平均 我们遇到了这么多问题 也写了几个公式 但是呢 我们知道公式怎么写 那么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写 看一下 下面衣服 跟康的衣服当中 还有个问题 没解决掉呢 是这样 首先 A产品的总库存 刚才通过一个 Sumif 已经非常简单的 把它求出来了 就是一个Sumif 得到了A产品的 总库存数量 那么现在呢 我想看一下 我有这么多次 进货记录 我想看一下 A产品 一共进货了多少次 例如这里 进货次数 那么现在我就要想了说 刚才那个问题呢 例如我在办公室当中 找男性的 找到男性 并且把他们所有的月薪 加在一起 有条件区域 有条件 还有求和的区域 但现在呢 这个问题是 我只想数一下 办公室里有几个男的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 我告诉给我助理的话 只需要两个事情就可以 第一 到哪里去数 第二 数什么 我要看这衣服呢 本身就是 只需要我们去告诉他 这两个参数就可以了 例如 等于 抗皮肤 他只有两个参数 看到了吧 这个助理只会在一个区域当中 数那个只有几个 所以他不需要 知道太多东西 对吧 我们不能说 你知道太多了 对吧 那么现在呢 这两个参数 一个是 在哪里数 第二个是 数什么 抗皮肤很简单 就是 在这里数 数什么呢 数 A产品 我要向下拖拽 所以永远是在 B2到B8这个区域 去数A产品 所以 把这个区域呢 F4一下 回车 好的 向下拉一下 现在变成了 4 3 B产品一共是 三次 A产品是四次 一共七次 进化纪录 那么通过这个方式 说 本来我叫数数 但不是每个都数 而是 带条件的数 符合条件的才数 所以是 抗皮肤 前面那个呢 是 是求和 但并不是每一个都求和 而是只求 我要的那一部分 所以叫做 SUME衣服 带条件的求和 那么这个呢 是SUME衣服 一抗的衣服 这是简单回顾了一下 前面 寒入干 跟寒快发的内容 然后 我们的内容 是关于这个 多条件统计 多条件统计 那么这个问题 就很尴尬了 我把它 这个 这样啊 我把它 变窄一点 因为这几点 我用不上 目前呢 是这样的一个销售单据 呃 一月份 一个销售清单 一月份 每个销售区域的 某个销售部门 他们的金额也有 成交易 呃成本也有 这是一个 算是一个流水账 这样的一个表格 那么现在呢 我们希望统计的是 这样一组结果 例如在这里 在这里我想统计 广州地区 销售一颗的 总计 金额 那么 首先 广州 是第一个条件 还要是 一颗 那么这样就 绿掉了一大组结果了 就是广州的 一颗 我想计算一下 他们的 金额的 和 刚才上面一幅是指 我们说 销售区域 为广州的 这样的金额的 和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使用 Sumif来做运算 但现在呢 我们说 必须有两个条件 第一 广州 第二 且一颗 广州 且一颗 这样的金额 我们才要 那也就是说 现在是 两个条件的 求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公司我们还不知道 怎么写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的思路 先有 等于 首先 我把 销售区域当中的 每一个城市 都跟 广州 做一次比较 还是一样呢 我按了一次F4 每一个 都跟广州 进行了一次 比较 True False True False 然后呢 我再做第二次比较 就是 看看 销售部门 是不是 等于 这个一颗 依然是F4 好了 两次比较之后 我想知道 什么样的结果 才是未来 我希望求和 求到这里来的呢 一颗 广州的值呢 就是 两个都是True的情况 例如这里 广州 一颗 只有当两个都是True的时候 我们才会把这个结果 写到这里来 也就是说 其中只要有一个是False的 那就是不是两个条件都符合的 我们就不要 那么这里呢 我们列了两次比较 最终在怎么样呢 我们是这么运算的 等于 这一次比较 乘以 这一次比较 我们先把两次比较乘起来 刚才我们都说过了 说 当 切紧当 两个都是True的时候 我们才要 那么我们相乘之后 带来了这样一种效果 就是说 只有当两个 值 分为True的时候 相乘的结果 才是1 只要有 只要这两个值当中 任意一个值是False 乘完的结果都是0 我们通过这一次相乘 把两个都是True的 跟 其他的三种情况 就彻底的分开了 其他还有什么情况 TrueFalse FalseTrue 还有FalseFalse 那么另外三种情况 都不是我要的 所以 两个都是True的 已经被标记为1 不要的被标记为0了 然后呢 我们再用这一组比较之后相乘的结果 去乘以我们的金额 这样可以得到这样的一组结果 就是 凡是我们要的都是金额 不要的都是0 前面一步一步推倒过来的 最终得到了这样一组结果 其中 有0 有值 值就是我们要的 那么最终呢 当然这里 如果我想求一下 所有的两个条件都符合的 这样的项目的话 那我只需要把上面所有的值加起来就行了 不要的都是0了 要的数值 一加 好了 得到了一个总计的结果 第一次比较 乘以第二次比较 再乘以了一个金额 最终把这三次相乘的 两次相乘 把这个乘完的这么一组结果 最终求和一下 会得到这样的一组结果 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这公式怎么写呢 等于 区域当中 从第二到第二十二的这个区域当中 比较一下 是不是等于广州 第一次比较 再去乘以 第二次比较 就是我去看看 科室 是不是等于 一科 我就不再爱F9来查看了 再乘以 所有金额 乘完以后 得到了这样的一组结果 要的是数字 不要的是0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把这一次 这一组结果 都SUM一下 当然还是一样的 我们不能够直接敲击回车 而是需要 Ctrl 是不是等于 再去敲击回车 三届连案 得到了这样一组结果 广州地区 一科 他们金额的合 当然了 这个公式还不能直接拖转 因为我们还有需要锁定的地方还没锁 例如整个条件区域 F4一下 那么前面 P8 P8这个单格 永远都是一科 那我们一科也 绝对应用一下 这里呢 也绝对应用一下 这里也绝对应用一下 就意味着说 永远都是 所有销售区域 都是在这个B2的B22 这个呢 科室永远都是 C2的C C2到C22 求和区域呢 永远是I2的I22 然后再去 Ctrl 是等回车 这时候公式呢 可以向下突转一下 可以得到 这样的一组结果 那么 每个销售区域的 一科的值 都得到了 当然 这种写法 必然还会延伸到这种 这种情况 比如说 广州南宁 北京上海 一科 二科 三科 整个的是这样一个 二维的表格 然后我们写一个公式 向右突转 并且向下突转 得到这样的一组结果 这个问题呢 我会在我的课堂 就是课后作业当中 会出这样一个习题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这样的一个问题 引用 应该怎么写 原理还是这样 永远都是 两个条件的求和 比如在这里 就是广州 写一科 把和求出来 那么这个公式呢 就写完了 我来复制一下 还是一样 按照以往呢 我们写的方式来写的 那么这个呢 就先放在这里 这几个写法呢 我们是有了 但是为什么这么写呢 在这里 有详细的一个解释 所以我们先休息 十分钟的时间 然后等一下呢 我会来看一下 刚才那几种写法 为什么我们可以用 一列去乘一列 或者一列 等于一个 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等一下 我们再来继续 然后了解清楚状况以后 我们会再来看一下 刚才提到的那几样东西 在前面 我们这些写法当中 都是怎么样执行的 包括后面 我还有具体的两个实例 一个是统计不从不止 跟一个计算 计算多税 这两个问题 所以现在节点了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休息十分钟的时间 等一下我们再来开始 好 休息一下吧